如果想要找一款高级、轻薄又有质感的Gaming Laptop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款真的太帅了 而且在性能配置方面 它是产用了最新款的RTX40系列显卡 你好我是明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ASUS RG Zephyrus G16 2023 首先最大的变化是在于命名 它和上一代有点不同 它从G15改去了G16 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屏幕尺寸从15.6寸改去了16寸 而且我非常喜欢的是它的16寸还是采用了16比10的屏幕比例 屏幕更加宽 有更多的显示区域 重点是它可以达到无边框的效果 完全就是没有下巴 这个机制的边框呢 真的是看到多爽啊 在Airman的部分依然是延续了Zephyrus系列的设计 表面是属于磨砂材质 是有很多个小孔的 在不同的角度观看会呈现出彩虹的斑点 在闪闪发光 官方称它为Prismatic Shine 它一共是有两种配色 白色和灰色 它这个灰色是属于比较深色的灰 边面的部分刚有提到的就是采用了16寸16比10的屏幕比例 然后在规格方面就有两种 第一个是iPS Full HD Plus 1920x1200 WUXGA 支持100%sRGB 刷新率高达165Hz 第二个配置是iPS Q HD Plus 2560x1600 WQXGA 支持100%的DCI P3广似义 刷新率高达240Hz 像是G-SYN和独显直连它们都是有支持的 屏幕的正上方也是有720P的webcam 而且是支持Windows Hello的免布识别 这款笔电的开盒角度最大可以来到180度 却可以让整个笔电处于平躺的状态 而且它还是采用ergolith的设计 就当打开屏幕的时候 它的屏幕最尾部会有一个垫子 把整个机给撑起来的 它的散热出风口是在整个转轴的部分 其实这样子的设计会让整个排气都会吹到屏幕去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它还有指示灯是在转轴的部分 它的ergolith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让键盘的手感稍微好一些 比较符合人体工学 在键盘的部分依然是有延续了ROG的设计 在C面上方有4个独立按键 它也是没有numpad 还有方向键是半格的 键盘的部分支持了RGB灯光 键盘的键程是1.7mm 手感依然是很优秀的 在下方也是有一个比较大尺寸的touchpad 还有天网上的平衬 说它的锡面材质它取消掉了类符置的涂层 所以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沾指纹 在IO接口的部分 左侧就有电源接口 HDMI 2.1 RJ45网口 一个USB-A 3.2的Gen2 两个USB-C 其中一个是有支援Thunderbolt 4的 它们两个都有支持DisplayPod和PD充电 最后还有一个Audio Jack 在右侧就有一个USB-A 3.2的Gen2 和一个Micro SD Card Reader 我认为这个读卡器真的不太实用 因为毕竟标准尺寸的SD Card Reader有更多的实际用途 在Windows的笔电来说 这款ASUS Zephyrus G16的喇叭效果算是比较顶端的了 它搭载了6颗喇叭 在电池方面 它给了90Wh的电池容量 这个电池容量真的很不错 再加上RTX40系列的显卡已经比较省电了 所以使用表现应该还是很OK的 这款笔电目前我们能找到三款处理器的配置 分别是i7-12700H i7-13620H 和i9-13900H i7-12700H有6个大核心 8个小核心 20个线程 i7-13620H有6个大核心 4个小核心 16个线程 性能表现上来说 它们之间的差距不明显 i7-13620H大约会强个4%左右 i9-13900H有6个大核心 8个小核心 20个线程 会强i7-13620H 6%左右 还有强i7-12700H 10%左右 其实这三款处理器的性能都属于比较强悍的 大部分的工作需求都能够应付 无论是专业需求还是游戏需求 在显卡的部分 分别是有两种显卡可以选择 RTX-1050 6GB GDDR6 RTX-4060 8GB GDDR6 它们的TGP都是120W 这一次NVIDIA 40系列的显卡提升 都还是蛮有惊喜的 RTX-4050的表现已经可以逼近RTX-3060了 所以大部分RTX-3060可以应付的场景 RTX-4050都可以做到了 至于RTX-4060的性能表现就没有特别的突出 不过都还算可以 它表现程度主要是在RTX-360和RTX-3070之间 所以RTX-4050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它们的TGP不是满血的 但是RTX-40系列的显卡已经和以往的显卡比较不同了 就算是它没有那么高的功率 它已经可以把性能发挥出来了 所以它是不需要有那么高的功率 也是有相当的性能表现 也就是说它的能耗比是有进步了 这样也就意味着它会更加省电 在RAM的部分 它是搭载了16GB RAM DDR4 Onboard 还有个LAM slot可以直接升级 我比较奇怪的就是 它的上一代是采用DDR5 RAM 而这一次是采用了DDR4 RAM 到底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 不过我觉得虽然DDR5在专业需求 像是剪片、渲染这些工作 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差距在10%左右 所以使用起来是比较难感受出差别的 在游戏方面 DDR5和DDR4的表现几乎是一样 所以使用DDR4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升级 毕竟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在储存的部分 它是给了两种配置 分别是512GB PCIe 4.0 NVMe M.2 SSD 或者1TB 同样也是PCIe 4.0 NVMe M.2 SSD 它有提供了一个M.2的Slot来升级 它的噪音真的是很明显了 我觉得它的上表现这次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RTX40系列的显卡在发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已经不需要那么强的散热规格也能够压得住 在马来西亚一共是有三个配置选择 第一款是搭载的i7-12700H处理器 RTX4050显卡 屏幕是FHD+,给你16GB RAM,512GB的SSD 它的售价是在6999 第二款是搭载i7-13620H,RTX4050的显卡 屏幕是QHD+,给你16GB RAM,1TB的SSD 它的售价是在7999 第三款是搭载i9-13900H,RTX4060的显卡 屏幕是QHD+,给你32GB RAM,1TB的SSD 它的售价是在8999 我们来说说这款ASUS Zephyrus G162023 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现在说缺点,风扇噪音在Turbo模式会比较吵 然后它的散热风口是直接对着它的屏幕 所以热气都是会垂向屏幕的 优点就拥有16比10的屏幕比例 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用 iO接口很齐全 而且笔电重量和厚度都是很优秀的 可以说是最轻薄的Gaming laptop 再来就是拥有90Wh的大电池容量 最后整个笔电的做工 Bequality都是很不错的 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款笔电 除了更新型的处理器和显卡 最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屏幕的提升 真的让它这款笔电变得更加帅了 而且它还是一款很轻薄的Gaming laptop 它外观设计也不会很浮夸 完全可以应付任何的使用场景 你对这款AXUS Zephyrus G16-2023有什么看法呢? 影片对网络节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关注跟我的科技内容 这个是我的IG可以去关注哦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